因应中国大陆的威胁 国军各单位举办联合作战计划演练 这项操演由小汉光之称 各型的战机借获命令之后 从基地起飞参演 在空军台南基地四架IDF战机 演练战力保存 另外在宜兰则是陆军举办精神动员 透过演续让赵元快速的恢复战斗技能 展现保家卫国的决行 伴随引擎破空之声 IDF巾国号战机顺利降落在空军台南基地 IDF战机一批四架次 接获命令后升空 演练战力保存完成战备转场 20号上午有小汉光之称 今年度联合作战计划演练登场 首日的演训还有这里 与自己自成 争取胜利 赵元们高举右手 宣示声喊的响亮 展现高昂士气 为在宜兰陆军153旅举办精神动员 这也是新制教肇模式 今年首批实施的就地教肇 走出营区直接在各连的战术位置报到 服役实学的技巧记得多少 透过复习迅速恢复战斗技能 65K2步枪 M249搬用机枪 T-4排用机枪 以及60破极炮 以专场分组编制 进行临战训练 如此战时才能快速进入状况 保家卫国 记者综合报道